在黑海地区规模空前的海上威风演习举行之前 俄罗斯黑海舰队却抢先跑到地中海举行演习 动用了图22M3轰炸机 一手高超音速挡弹 以及黑海舰队的各式主战兵器 房老师这么做有什么用意呢 我觉得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 这是对这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为首的北约 包括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个海上威风2021这个演习 以及一系列相应的 对俄罗斯市强进行威慑的一系列军事行动 包括演习行动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回应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 我能让你在我门口装吗 我肯定要强烈的反制吗 我刚才说了嘛 黑海我知道你要进来闹事 我提前宣布我话听警戒范围 而出了黑海 大家知道地中海 地中海比黑海大一圈 那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海域 也大不了哪去 我的岸基航空兵 一个图兰两M3进火 这可以讲是上一代 苏联海军那个时代 密集反舰导弹 空射反舰导弹火力的主要载机 另外一个最新的明星米格塞OK 挂上匕首 这可是高超音速的反舰武器 这个东西那可是现在一般认为 是破美国这个宙斯顿 舰载反导系统的一个神器 你看我这个新一代的我也来了 直接进驻赫梅母空军机力 我只要有赫梅母空军机力 我的岸基航空兵 我的前身打击范围 就可以从黑海直接潜出到地中海 我想在这样一个密集的 空击反舰火力的打击之下 不要说英国就是一个美式的标准的 尼米兹基核动力航母打击群 你告诉我 放在黑海 放在地中海 面对对方 暗机航空兵 用高超音速武器 可能实施的饱和打击 你告诉我会有第二种下场吗 不会有第二种结果吧 有一个评伙的 我有一种刻的